这帮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 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 然后把脑袋砍了 这样霸气的命令便是138师师长莫德宏家的 1938年台尔庄战役 这只来自广西的狼兵奉命参加外卫保卫战斗 在面对日军版园 击鼓两个师的进攻 武器方面的差距让138师的几次阻击伤亡惨重 为了逆转这种局势 师长莫德宏直接转手围攻 将防御战打成了进攻战 他留下一个团在阵地上防守 一部分作为预备队 其余人员则由他亲自率领冲出战壕 向敌人阵地发起反冲锋 日军显然没有料到中国军队居然敢主动出击 这让莫德宏抓住机会与日军展开贴身肉搏 在这群狼兵的一阵挥开下 日军丢盔弃甲 选择了后撤 正当将士们准备搞个庆功晚宴之事 甚至日军不会善罢甘休的莫德宏让全师沿着一带 果不其然 当晚日军58连队第三大队一千多人便趁着夜色想要偷袭 而他们已经踏入138师设置的陷阱里 雨点般的子弹向日军宣泄 其中一百多名日军趁乱逃入附近一座寺庙 但是也被138师团团围住 这下这批日军全部成了俘虏 当副官询问莫德宏如何处置这批日军之时 想到这些日寇犯下的累累罪行 莫德宏师长戴然下令 将这132名日军扒光衣服 跪成一排 全部斩首示众 为牺牲的无辜百姓报仇 而不解气的士兵们直接将身子剁成肉泥 然后扔在庙前的空地喂野狗 当日军后续部队赶到寺庙 见到眼前这一幕时 日军指挥官直接愣在了当地 好久才说出一句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中国军队